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镇两点三十六分 刚刚那一篇我们刚录的那一篇是耳语语录齐一啊 镜子 好 那么看从这边开始 疑神疑鬼啊 是吧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有脉络了 是一续而下 成先起后是不是 前面的文到后面的文 你基本上 你有可能的话 其实完全不理解的 他的主旨完全不理解 而且前后呼应的 每篇文章是互相紧密的联系呀 如果您够用心的话 你就看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当做ok啊 你阅读文色 一般的文色 你当文学创作都ok啊 是不是 你也不需要太用心嘛 是不是 我看过几望也可以吧 是不是 这凌晨两点三十六分是破的 看看 两点四十分 凌晨 是啊 你听过心脏的杂音 那是故意有所抑制 他是有所抑制 义不在此 表面的意思 什么意思 你心房有杂音 是 你心脏肯定出现状况 你心脏出现状况 他有杂音 他是来了 什么意思呢 他有呼应呢 杂音 当然有杂音呢 因为我还没有书写完成 就有人 就有人在下面留言 请问他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我都还没讲完 我都画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杂音 他很多人有意见 马上就反映在下面 我画都还没讲完 那算不算杂音呢 来 继续看下去 凌晨两点四十分 就破了 那白天为什么难呢 既当窗 创作 也当窗口 那白天为什么难呢 窗外 唏嘘考课 Hitchcock 不知何疑 您认为呢 白天有很多鬼魅 是不是 待会又提到 也就呼应 那就慢慢清楚他轮廓了 发疯是什么意思呢 谁设计的谁 是您设计我 还是我设计 来 凌晨快要三点钟了 那么两点五十四万 五月二十一号2017年 我一直重复 但都没人理会 世界让一个单纯的心变得很复杂 请问这要谁 要找谁赔偿啊 哦 都不是 难道是我自己 是感恩您 你把这个责任交给我 好吧 也就是说咯 什么意思 凌晨三点零一分 凌晨三点零三分 其实这两节的迪奈 还有说过干嘛 深夜啊 不仅仅没有鞭炮声 而且呢 有贴心的心 虽然对方无言 他没有留任何字据 何必 不知道他们在那边啊 是不是 点赞的话就不用讲了 没有点赞的那没有人吗 哈哈哈哈 那其实不懂时空点 别人还可以看到同样的文字 那么下面 跟藏医大哥的互动 OK吗 他说您已经赚宝 我说您已经赚宝 因为你没交我学费 小宋这样讲 长期大概在写什么 佛陀耶稣 收过学生 收过学费 没听过吗 是不是 那恐秋除外 然后看看小宋刚好昨天晚上 还是啊 倒该有理想 可是也我是华人的 我是类似恐秋 就是有速修啊 需要交交钱 学费 那小宋都回了 没看到昨天晚上 是啊 除非台北市免费分我房地层 那OK啊 我可以免费教学 长期大哥 后来就讲 马上讲 抓到一个已经赚宝了 最后一次倒下 再有一个浩呆 别的都给跑来 浩呆真是磕病 您等着 满载而归 其实要有耐心 继续回了 已经流浪怎么耐心 过去 但是昨天深夜了 十一点零九分回的 还没讲完了 还有 你录着六分半来 是啊 5月11号 是昨天凌晨三点五十二分 去看看去 凌晨快四点钟 三点五十八分钟写了 是啊 前后做好两个小时 那您看看这是什么 待会就会解释 我们不需要一下子 强迫自己理解 就会很刻意的去思索吧 其实思索这个东西 是点到为止 老实说小松的体察 你愿意自然状态下 你见闲思索OK啊 顺邪自然嘛 你何必强迫自己思索 强迫的东西 出来是思索嘛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毁谤黑罕 伪证造假 连街上违规停车都要罚 什么意思 后面就讲到了 到了清晨的时候 昨天清晨的时候就 做个整理可以回应了 基本上我东西也写完了 一段时间了休息了一段时间 OK 大概是凌晨四点钟 凌晨四点零八分 OK 接下来就是清晨的时刻了 其他都不是了 我来看看清晨的回应 开始可以回应的 但有可能让我们来录那个就是 二十大分类 像送的YouTube影片 是吧 来开始回应这是吧 是吧 昨天上午的九点零七分开的回应了 有信心可以回应 不再书写 我们看 那再回应 类似解释的意思 因为 即使是 很有深度的 脸色朋友 他也 没有抓到小松的本意 那小松就回应了 开始可以解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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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上那个 电影了 OK吗 我们已经录了九点零九九分十秒了 这是四之一呀 四之二 这是补述回应 这是清晨九点零八分了 您如此 书解其功远过诸诸等维行尔 我们一辈子学的就是 调整波满的出口 是我们一辈子学的一些 基本的理念 我们学那么多呢 就调整出口 待会就讲到什么叫波满 波满一定是负面的吗 好看四之四 这是清晨九点十分了 来看看 小结论OK吗 小结论什么时候写的 九点二十二分呢 文化或文明的动力 基本上无法节制 人的本能力怎么节制呢 一定是负面的吗 请问一下 负面的话会创造那么多东西 会那么多文明出现吗 是 不能节而染分 人内心灵的原始面貌 只能面对 而不是规避 疏导 而非恶意 寡减而人 文明灿灿之主义 否则如一贪死罪 虽无反对者 也无创发者 借由书写解释流泻情感 万千方式之一 您能否定自己的情感吗 您说能 那您请便吧 OK 您就照自己的方式 还是你故意反反应 其实不是吧 我不晓得 如果说 我照我的方式理解你的想法 说你写这个字 的效果 你认为可以达到了 传递的讯息 其实 是自欺吧 是不是 当然是 因为我如果讲这样的话 我用我自己方式来理解你的想法 如果讲说能不能否定自己的情感 是我自欺 当然是自欺 不是 我都要欺人 但是这样子 语言这东西 一有语言开始就欺骗存在 是不是 你表示给另外一个个底子 意思是 请问一下什么意思呢 表达用语言吗 表达什么意思呢 以后慢慢讲到一句 来清晨9点38分昨天 来 这又一段时间 这又一段时间 上午11点16分 上一篇是9点4分 已经隔一段时间了 来看看这篇 这得是小松告白的方式 吐露心中难道不是吗 只懂我外皮的人如何见我的心 OK 您录的快是三分钟了 我们还可以录吗 好 让我看看 这边还有一篇呢 是 因为上之前的 有可能做适度的关闭吧 是不是 因为确实是个人隐私的 我们再预告一下 待会录 三个小时前 但我们就录这一篇了 OK 从这边开始 一连续的 待会 刚刚在一两个小时前 显得好 到这边为止 远路的快14分钟